是我們這個杯子蛋糕的沐浴球 我們今天就要開始上課囉 加入兵分色料及香氛 捏製成蛋糕甜甜成形狀 位於百貨公司 全台首家手作沐浴球 幸以不少爸媽帶小朋友參加 不料開店才一個月 卻遇到霸王媽媽 總共是三位小朋友 客人沒有及時回來 那跟後續這個封鎖 我們拒絕的這些行為 讓我們有點不理解而已 全友民眾7月14號下午 預約三位小朋友來店 首作沐浴球課程 時長一個小時的課程結束之後 民眾進沒付錢直接離開 店員10分鐘後發現 立刻致電給顧客 對方答應一個多小時後 就會去付錢 不過直至大洋都不見人影 電話拒接賴封鎖 損失3720元 訊息給客人的時候 客人大概在10分鐘內就已讀 然後但卻把我們的 這個官方的LINE直接封鎖 有可能遇到就是 客人是惡意不付款的 實際來到現場 店面屬於開放式空階 當時三位小朋友跟家長 就坐在靠近收銀台的位置 疑似甚至收銀人員 在忙其他組客人 沒有付錢直接走人 我們那天是有思維同仁的 對 所以我們的人力是非常足夠的 其實客人體驗完 也知道要是往收銀台這邊要結帳 針對顧客持著不付錢 業者已經報警 而遭指控的顧客 截口前未回應 至於未來是否才定金制 防範霸王顧客 業者表示然信任顧客素質 只盼這位媽媽能趕緊還錢 別向孩子做罪毀示範 3日新聞張博委張珠涵台北參報道